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星期六早上巴甲有場好戲上演 國際體育會將會主場迎戰哥烈迪巴 國際體育會上將失利並終止連勝的腳步 球隊上下心有不甘 這方面對正處於連敗之中的哥烈迪巴 國際體育會必要贏波洩粉 M直播屆時將會有這場比賽的現場直播 上場對陣寶地花高 國際體育會慘租逆轉 伊丹尼神開球九分鐘就幫國際體育會打破僵局 半場結束時也領先2比1 但下半場風雲突變被寶地花高連入兩球 最遭以2比3輸球而回 後衛卡比爾麥卡道更加領紅離場 這場停賽 不過拋開這個失利 國際體育會近期都發揮十分出色 六月頭四將獲得三勝一和的不敗戰績 攻擊手雲達神金波斯還在對陣法林明高比賽中 想因梅開二度的好戲 賽季至今國際體育會也只有兩場失利 目前以五勝六和二負的戰績 排在積分榜第五位 和榜首的彭美拉斯差距並不大 只有七分的距離 只要能夠及時調整狀態 仍有後來居上的可能 而今次面對連敗不止的哥烈迪巴 就是國際體育會重返勝軌的最好時間 哥烈迪巴從六月至今都還未開債 並且狀態逐步下滑 由之前的和局到現在的敗局 並且在上將輸給巴拉立體育會 已經遭遇三連敗的打擊 攻擊手艾柏希奧是哥烈迪巴的頭號射手 而且他所斬莫的四球有三球來自客場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 艾柏希奧這些客場入球 並不能夠幫助哥烈迪巴 換來一場勝利 賽季頭六次出征 哥烈迪巴難球一勝 只得到兩和四輔的戰績 並且攻守失衡 得失球比為7比13 此外由2005年開始 哥烈迪巴降賽事 12次操訪國際體育會都未嘗一勝 可見哥烈迪巴今次都沒有贏球的本錢 而且他們陣容方面 後衛和尼和迪阿高浦菲利奧停賽 另一個前鋒尼爾頓的恩雙缺陣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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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成文字幕提供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